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起自己的太太 刘翔一脸甜蜜 他们也在不久前在海岛拍摄了婚纱照 至于婚妻的问题 刘翔并未给出确切时间 曾经是风雨人物加难获得者 而现在则是一名总评评委 刘翔对于今年最佳 投给谁进行了保密 甚至还开玩笑道 希望自己能拿奖 之后 刘翔补充道 每一个人都很棒 来这里主要不是拿奖 就是一个体育的盛会 谈及退役后自己的重心时 刘翔坦元是青少年体育 公益事业以及家里难卫 而对于电视台评论嘉宾的火 刘翔表 是 对田径可以 其他项目还是需要认真学习 精力还是要放在青少年体育 和未来的冬奥会上 心体 则边 歪歪范冰冰 婚礼最重要是旁边的人 李晨很完美 新浪娱乐讯 据台湾媒体报道 范冰冰 微博 与李晨 微博 日前再度合体受访 对于感情观 婚姻大事等明星敏感的话题 都来者不拒 范冰冰平时亮相总自带气场 提到理想中的婚礼 她少了小女生的幻想 反而着重实际面 重要是旁边的人 据某杂志报道 范冰冰不同于其他女明星 面对恋情的保密与小心翼翼 她不必会在镜头前聊起 感情 大方与男友李晨一同受访 提起在2016年有许多艺人陆续完婚 包括林心如 微博 舒淇 微博 恩人 小两口的终身大事 也成为粉丝最关心的事情 南方说我觉得应该是我们 也有时间才行 需要一段准备时间 她也还没答应 对工作尽心尽力的范冰冰 也说的先把工作忙完才行 然而两人都是大忙人 看来婚企还得再等一等了 那么这对明星情侣荡 在彼此眼里是怎么看待对 方呢 李晨 范冰冰深情对望 她说女友品格好是优点 但处女座性格要求完美 势必公亲 一个剧组上上下下 跟她没关系 但她也要过问 什么都扛 有时候把自己弄得太累 太辛苦了 范冰冰则觉得男友是个正直 完美的人 没有什么缺点 但画风一转开启对方玩笑 知对方唯一不足的地方 是眉毛太淡了 至于女孩都曾憧憬过的婚礼 范冰冰坦言 每个女孩小时候应该都有过 想象 但随着年龄慢慢长大 会逐渐分清楚现实与梦幻 对她来说 婚礼最重要的不是裙子够不够长 有没有皇冠 场地够不够梦幻 在哪里举行 重要是旁边的人 是不是你最喜欢的 我们是不是因为爱情而结婚 范冰冰说 我是个一定会因为爱情而结婚的人 只要人对了 很多条件都变得不是最重要 初到二十年来 拍过无数作品的 她认为就算婚礼在梦幻 也比如上戏里的场景 生活还是要脚踏实地 两个人拉起手来 范冰冰在华府 精致的妆容底下 藏了一颗期待乐队的人 步入婚姻殿堂的真心 虽然在平凡不过 却说出了婚姻的真谛不是条件 而是两个人脚踏实地 真诚相爱 则编 巴尼